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批量的制造 大批量的制造 所以它的整个成本就摊掉了 对不对 可是如果是手工的呢 一个一个金雕细琢雕出来的呢 那这就不是比较便宜点了 对不对 一个个手工的 一个是要这个钱 我做十个也是要这个钱 甚至说比如说 那么有一个什么样的产品 我一天只能做三个 那你跟我讲说 你买三十个能不能算便宜点呢 那怎么可能便宜呢 三十个我还不接呢 因为我一天只能做三个 那你这样的我十天不都卖给你了吗 对不对 所以有的时候不见得都成 我也常常讲说 就像我们上课 上课本身它就是一个 劳力密集的产业 没有机器的制造 也没有人能够帮你 我们讲的是实体课程了 你的唯课程的另当别论 那如果说实体课程 你说那怎么办 没办法帮吧 那帮呢 所以呢 终点费 比如说我上课的终点费 不会因为你上课终点比较多 我就会算便宜点 不是 为什么因为每个终点 它就是那么多钱吗 那我花的精神体力都一样的吗 我怎么可能买的多是便宜点呢 也就是说是反过来讲 比如说我今天到哪里上课 那我一出来一趟呢 一天的时间 比如说我要讲六个小时 那你只要求我讲三个小时 你讲三个小时呢 那这个原因就是 可能你们公司 那么只有时间上三个小时 可是对我来讲呢 我剩下了半天 可能没办法去接别的case 我是花一天的时间 来讲你三个小时的课程 对不对 所以三个小时的课程 当然应该就会比较贵一点 因为你虽然只有三小时 但是你耗掉我一天的时间 就好像我们搭这个计程车 搭租租车一样 你这个taxi啊 坐到什么地方 如果坐很偏远的地方 它回程 它一定没有生意 它是空车嘛 它回程的是那么远 所以它会给你多要一点嘛 是不是 那我们也就这样讲说 那么如果正常的状况 那么六个小时多少钱 那么你只上三个小时 可是你还是害我 耗了一天的时间 对不对 可是我不会跟你 欠二句一天的钱 但是我总是不能 只跟你拿三个小时的钱 因为我还有机会成本的损失嘛 所以我会要的 终点费比较高一点 所以那是因为 三个小时要的高一点 六个小时是正常的终点费 并不是说三个小时是多少钱 六个小时因为量多了 所以六个小时打折 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六个小时是比三个小时便宜 其实应该是讲说 三个小时比一般上课要贵 它不是打折 它是额外的加上一些补贴 这个概念是反过来的概念 也就是说你小时的终点 如果你因为你接受 一个小时比较贵 一个小时多少钱 小时终点数多了 那上课总数好像便宜了 假如你有这样的感觉的话 那你不断不断加终点 那不是越上越便宜吗 那其实不是这样子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劳力密集 或者是个别手工制作的东西 量多并不必然有谈判筹码 对不对 所以这是量多是不是有谈判筹码 这是第一套概念 那第二个呢 你就看到说 可是在中国大陆呢 有时候发生一个事 常常呢 中国的官员常常有抱怨 为什么中国崛起呢 我买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就贵 比如说我要发展钢铁 钢铁我买铁矿砂 就我买铁矿砂 铁矿砂就涨价 我买什么什么就涨价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其实这真正的意思是说 当中国要去买铁矿砂的时候呢 其实人家后面看的就是 不是说你是个大买家 而是你有非常大的需求 所以当你有非常大的需求的时候呢 我就涨价 因为你的经济发展 你需要有这个东西 所以有的时候量多 反而感觉上是 你非常缺少的东西 你有非常高的需求 你非常高的需求呢 也许人家呢 非但不降价 他趁机就给你涨价 也有这种情形 所以中国的官员 过去也常抱怨过说 为什么会这样子 理论上我买多 应该便宜一点 不是这样的吗 结果事实上正好相反 这原因就是因为你暴露说 其实你非常想要 我们再回来看 前面呢 我们谈到说 比如说我今天的量多 我可能是个量饭店 我是个大卖厂 对不对 大卖厂我买的多 我买多呢 因为我是一个平台 我是一个很好的渠道 那有很多顾客 极客力也很强 所以呢 所以我买的多 那我当然这个谈判筹码相对就增加 那增加呢 那于是我是一个厂商 假如说你是一个制造商 那你要不要受制于那个卖厂的条件呢 那看你到底在乎他 还是他在乎你 如果说今天这个社会呢 基本上他种的是实惠 经济实惠 就是说我头要买西法金 我只要便宜大罐就可以了 那大卖厂就有他自由品牌的 自己的品牌的这样那个西法金 比如说所以他可以不需要一个 有品牌的名牌的西法金进驻 那所以当这个名牌的西法金 想要进驻到大卖厂的时候呢 是他有求于卖厂 而不是卖厂有求于他 但是反过来 如果这个社会进展到一个地步呢 大家都喜欢炫耀说 哎 我很在乎品牌 你看都是西法金 但是我的西法金是名牌的 所以如果名牌变成一个需求的话呢 哎你就发现这个谈判筹码就换编了 那就变成大卖厂 他需要那个名牌的产品来进驻 表示他这个卖厂啊 事实上他上档次的 那你需要我进驻 那是不是你该答应我的条件呢 所以就是社会发展的一个状况 那么老百姓到底是种实惠 还是种品牌 像以前德意志银行呢 他就研究过 印度人呢 其实是种实惠 那中国人比较多的种品牌 那当中国人种品牌的时候呢 那品牌商品相对来讲 他他们筹码就增加了 那些有人讲说老师 我不是品牌产品 我不是名牌 但是我也不想受制于一个大卖厂 那他怎么办呢 那于是呢 你就自己接触顾客了 那你接触顾客 那怎么接触顾客呢 那就是最流行的就是电商嘛 做网络嘛 网络你不是图B 你图C 你直接接触到顾客 你中间少了一层卖场的一个 一个剥削 或者卖场的一个 一个转手的费用 那你你把这个钱呢 省下来可以回馈给顾客 那顾客当然很高兴了 但这个前提就是 你这个电商必须做得非常好 那电商做得比较好 那于是你就发现 你要找个比较好的电子商务的一个平台 那于是你又发现你受制于另外一个虚拟的电子商务的平台 本来你做一个厂商做个制造商 你不愿意受制于一个实体的一个大卖场一个超市 于是你说我直接跟人家接触 那我直接跟对方接触是这种方式 但是如果说今天电商啊 电子商务畏微风潮 那我势必不能靠个体货 我要靠一个比较大的平台 淘宝啊 或者什么 一个大的一个天猫啊 这些平台 我在平台上才能够露出 才能够看得见 那你发现 那于是我是不是受平台主人的一个限制呢 或者说他又希望在我身上获得什么利润呢 但也有可能就是平台的主人呢 不管是哪一个哪一个平台或者哪一个电子商城 那他觉得我不要赚这个钱 我希望大家都来我这里设电 大家来这里设柜 于是你发现很多制造商啊 供应商啊 他们在那边设厂 或者或者或者开店啊 在某个电子商城的平台上开店 嗯 可能人家根本不收他钱 不收钱 于是有更多更多的这个人都在上面开店 于是供应增加了 相对来讲 客人也会增加 因为在这个电子商城可以买到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等客人跟这个 嗯 这个这个供应商啊 那么跟商人双边的人数都增加以后 这就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大的一个资料库 那这个资料库本身呢 那么当然就非常值钱了 也非常值钱 那么那么这个其实可能就是 他拿这个资料库 就是电子商城的这个老板呢 他拿这个资料库呢 说不定还可以换到跟别人去谈什么结盟啊 自信的交换呢 嗯 说不定他又是另外一种赚钱的方式 所以嗯 当供需问题在改变的时候呢 商业模式不断的变化 商业模式不断的变化 牵涉到谈判什么关系呢 那就是哪个主哪个虫啊 以及大家权力的一个消长 因为整个谈判的权力关系 其实跟太极两一图一样 像黑里面有白的因子 白里面有黑的因子 黑的最强的就是白的最弱的 白的最强的就是黑的最弱的 他不断在转 其实谈判的权力关系 就是消长而自 消长而自 所以在这里面看 就回过来就是 嗯 我们从为什么讨论到这个呢 那就是我们最早时候讲说 是不是量多就一定有筹码呢 那我们说 一个是商品的性质 它是制造商品 还是它是 这个 个别个性化的 那么这个 因人而异的手工制造的 或者劳力秘籍的 那这个跟你的谈判筹码 其实是 是不相干的 因为常常你人越多量越多 其实他并没有办法 因此而杀价嘛 对不对 然后我们从这里 有讨论到说 那问什么量多 因为比如说我是大卖厂 那大卖厂 跟厂商跟供应商之间怎么谈 它的power是怎么做 那么那供应商 如果不受大卖厂的限制 他可能说 那我现在走虚拟的 那走虚拟的 到了电子商城 那又是另外一套游戏规则 谈判又是从那边又开始谈 所以谈判 每一个商业模式 每一个这个 新的一个 一个状况出来 他都可能去用的谈判 但是就回到我们最原始的问题 所以我们说 是不是东西买得多就比较便宜呢 其实如果把所有谈判 把它简化成这个 又太单纯了 所以我们的答案是 对买得多是比较便宜 但是也有很多其他的状况 必须列入考虑 所以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 看看您回去思考一下 对您的谈判的领悟有没有点帮助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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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